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金属虫子 一只变成两只 两只变成四只 它们光靠吃金属 就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繁殖 刚才还玩好无损的金刚钻头 工作人员转头的功夫 就被啃尸大板 男人顿时被吓坏了 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然而就在刷卡的三秒时间里呢 他的袖子同样也被啃出了洞 男人是大声叫喊的赶紧开门 可是长官却不让男人出来 还要再进行一波观察 男人生死历劫地叫喊着 他的衣服已经破烂了 最终呢 这男人满脸是血地倒下来 而他后面的氧气瓶 都已经被啃出了大洞 就在这会儿呢 眼前的研究员顿时发现了异常 固定价正在融化 长官赶紧上来查看 发现这捆绑巨人的金属价 正在被虫子啃尸 防弹玻璃同样也出现磊 长官是赶紧按下了紧接按钮 瞬间火焰冲天 上万度的高温 几乎焚化在空间内的一切 等到火焰过后 这巨人却丝毫不受到任何影响 长官是顿时被吓坏了 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做的 只见 这巨人的眼睛射出了光束 他举起了双手示意 0.01秒之后 巨人的双手开始了消散 变成了成千上万只的金属虫子 实验室的警报声是顿时响起 而就在下一刻呢 上万只的金属虫 直接冲破了防弹玻璃 侵占了实验室 实验室外的军队整装待发 已经做好的战斗准备 而就在这会儿呢 但是大门顿时开始变形 几顿中的大门冲破了天际 重重地砸在地上 看到金属虫飞出来 军队立马开启了疯狂死了什么事 坦克的炮火是不断地落在对面 但奇怪的是呢 这金属虫不仅没有被消灭 反而繁殖得更快了 武器就像他们的生长技一样 在场的士兵无一生还 全部都变成了金属虫的下分彩 而在另一边呢 司机正在悠闲听歌 看到挡风波里出现泪缝 还以为这是玻璃上面有脏东西 启动雨刮器同样也没用 殊不知就在了汽车后面 金属虫吸血而来 汽车瞬间被啃尸带尽 轮胎擦出了火星 眨眼的功夫 连人带车就消散在空中 他们的队伍再次重大 路边的广告牌 三秒就能被啃干净 能容纳十万人体育场 在金属虫到来之际也变得不堪一击 从里到外开始了崩塌 被无情的意味拼敌 不过这话说回来 这个巨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事情还得从前几天说起 城市中央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光球 人们顿时被吓坏了 撒鸭子就往外面跑 光球到来的同时呢 掀起了十几狂风 成衣也被无情的掀翻 军方得知的消息 第一时间乘直升飞机赶到 他们带了一队科学家 缓慢靠近光球所在的区域 海伦作为宇宙生物学家呢 同样也参加了这回的任务 他跟随武装人员来到光球的所在地 大量士兵迅速到达了指定位置 狙击手和炮舌就位 把其团团包围 枪口是纷纷对准的目标 只要一声令下 就会迅速将其吸引 一刀白光闪过 从烟雾中走来一个人际的身影 就在海伦要跟他握手的时候 只听眼神枪响 士兵子弹击中了外星人 海伦马上把他给抱住 而就在海伦呼唤医护人员的时候 从光球中又走出来一个巨人 庞大的身躯 好像有十八层楼一样高 巨人向前一步 眼中射出红光 所有武器瞬间失效 就连警车大灯同样也熄灭了 巨人顿时发出了尖锐的噪音 人们听到之后 痛苦地抱头 纷纷倒在了地上 随着噪音持续呢 人们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巨人顿时走到了海伦面前 伸手就要对海伦发起攻击 而就在危机关头呢 外星人出言阻止 巨人这才停下了动作 等待巨人演出红光熄灭之后 周围这才恢复了正常 人们慢慢站了起来 好奇眼前这个巨人 到底还有什么能力 外星人被紧急送进了医院 医生进行了局部麻醉 手术刀切开了表面 取下了一小块作为样本 送到实验室做DNA的比对 医生成功取出了子弹 而就在这会儿呢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外星人的肌肉组织正在绷截 他竟然在退皮 随着外皮渐渐退去 里面竟然显露出一个人形 美国的国防部长 寻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 是否会对人类生存造成危险 谈话中呢 这外星人顿时表示 他名叫克拉图 他代表了一群文明 来地球跟人类进行一场谈判 得知这国防部长不能代表人类 于是便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 部长下令是立马麻醉克拉图 然后再对他进行审讯 克拉图被带进了审讯室里面 他们把测谎仪连接到克拉图头上 克拉图一开始呢 还是很嘿嘿的 但是啊 面对带有敌的审议员 克拉图人很话不多 释放出了超强的电波 审讯员直接被电 全身不停抽搐 等到他再醒过来 已经被克拉图给控制了 克拉图是问出了基地大门的位置 通过线路观察到外面的守卫情况 跟摄像头的布局 克拉图一个闭眼 外面的守卫瞬间头疼于令 倒在地上 立马失去了战斗能力 克拉图换上审讯员的西装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这里 原来啊 这海伦注射的并不是麻醉剂 他偷偷更换了药物 克拉图这才可以逃出来 而在海伦的帮助下呢 他们驱车来到麦当劳店里面 克拉图找到了自己的外星人伙伴 正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 而从老人口中得知呢 人类具有毁灭性 又不肯改变 克拉图便决定启动毁灭人类程序 他明行人告别老人之后 开车来到森林深处的湖边 他从湖中心呢 召唤出了一个巨大的光球 他伸手按下的光球 启动了地球毁灭程序 而这时啊 沙漠 雨林 海底 世界各国都传来光球令象 目睹着一切的海伦 意识到 克拉图这是要消灭人类 从而拯救地球啊 海伦顿时提出呢 这人类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 克拉图并不相信 而就在这会儿呢 军方顿时发现了 外星巨人的踪迹 他们派出了直升机围剿 想要将巨人摧毁 巨人顿时察觉到了危险 开启了防御模式 不仅拦下进攻导弹 还是直升机 顿时失去了控制 一个眼神扫视过来呢 直升机当场 见识过巨人的强大 军方顿时改变了战术 不攻击 不开火 用隔离板把其密封 然后把他放在地下 尝射了所有手段 但是这都没法摧毁巨人 因此这才决定 用着钻石钻攻击 可是 刚换上的钻头 就给断裂了 只能派出了 专业人员修理 长官不顾围求人员的性命 直接用高温烘烤 可是巨人依旧毫发无损 差时间 巨人化强了上万只的纳米虫 无情吞噬周围的所有物体 炮火不仅没有摧毁他们 反而让纳米虫队伍 变得更加强大了 随着光球事件爆发呢 世界顿时陷入混乱 粮食跟油料严重短缺 各地暴乱事件频发 政府全面通缉克拉图 这会儿的克拉图 正在跟海伦和他儿子躲避 海伦儿子见到克拉图 启动程序 还用车撞警察 于是便偷偷给军方提供了消息 军队是立马派人前来抓捕 海伦被当场撸走了 直升机捕捉到了克拉图的踪迹 而就在士兵开火前一刻呢 直升机顿时失去了控制 从空中坠掉 发生了剧烈爆炸 儿子被吓傻了 转头立马就跑 他走上了独木桥 回头向着克拉图求饶 不要伤害我 他差点地十足落水 克拉图眼睛手快 一把拉住儿子 儿子也顿时意识到 克拉图不会伤害他的 于是便跟他同行 两人来到一处破绝的房屋里面 儿子拨通了海伦电话 约定了见面弟弟 儿子又带克拉图来到了一片墓地 请求他能复活自己的父亲 儿子亲眼见过 他把受伤的警察置好 但是克拉图还是让他失望 他表示呢 这父亲去世太久了 自己同样也无能为力 儿子双膝跪地 失声痛哭 这时 海伦跑来抱住了他 并且告诉儿子 父亲并没有消失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在陪伴他 两人顿时抱在了一起 此刻 他们就是彼此 唯一的亲人 克拉图见到了人类的另外一面 原来啊 他们除了对地球造成伤害 还会有这么柔软的时刻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情 看得空中正在靠近纳米虫 海伦的眼眶通红 请求克拉图能阻止这一切 克拉图是顿时动容量 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 前去阻止 他们驱车赶往纽约 找到体积最大的光球 而这光球附近呢 聚集着成千上万只的虫子 天空也快被虫的遮蔽 三人赶忙来到一处放空洞里 但是 这也阻挡不了多久 儿子突然流鼻血 倒在了海伦怀里面 克拉图查看之后发现 纳米虫已经进入了儿子的身体 海伦向了克拉图求救 却顿时发现 自己同样也被感染了 他请求克拉图救救塞的儿子 而就在关键时刻呢 克拉图牵起二人的手 把纳米虫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意识到 人类在危机存亡之际 真的会做出改变的 克拉图顿时起身 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光球 纳米虫不断吞噬克拉图的身体 身上的衣服逐渐破碎 大大小小的伤口逐渐显现 此刻纳米虫群 如同死神降临一样 吞噬了克拉图的身体 但是 他却毫不畏惧 前进的步伐也格外地坚定 终于 他来到了光球的附近 克拉图举手关闭了程序 同时 他也彻底 眼笑云散 光球射出了巨大能量 纳米虫化成了灰烬 全球电力系统 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太阳能 工厂 列车 全部都停止了 随着光球的白光消失呢 世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海伦和儿子 也来到了光球的面前 他要走了 儿子是顿时纠正的 是他要走了 光球是慢慢升空 克拉图也要回到 属于他自己的星球上 本篇 到此结束吧 本篇叫地球停转之日 本期问题 你觉得 人类会做出改变吗 觉得会扣三一 觉得不会扣三二 科学家说过 只要有外星生物到达地球 它们的科技 都比人类陷阱上百倍 可以轻松毁灭人类文明 所以说人类要遵循三体里的 黑暗森林法则 不要轻易在宇宙中 暴露自己的座标和位置 有些黑暗的猎人 就在等待猎物 在危难来临之际呢 人类还是太过苗粹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保护地球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熊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